步步前程 礼经一拜 相隔五年后 约1500位雪龙刺激志工和民众 三步一拜 方向精准 透过潮山修持自己的身心 这次我是第一次潮山 当龙头当然多多少少有点压力 有时会有点分心 差一点点就会 好像慢了步骤 步骤不一样你就后面就乱了 所以说我们要前程就很专心 水龙分会志工排列成三条洞线 最后在金司堂玄关前 汇聚成一众 象征着滴水城河凝聚众人的信仰 礼经佛陀伟大浩瀚的智慧 我觉得刚才那个过程 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 但是大家都还愿意去完成 可以体现出来这种团媲美 不管有什么竟然都过下去 就因为要完成这个法院这样子 佛教潮山注重个人自我关照 并处傲慢心 培养内在的品德 锻炼对佛法虔诚的信仰 今天当我归下来在地上的时候 我身体其实是贴在地面 好像彻底的放下一切 我觉得一切都是带不走 就好像在佛军里面有讲 万般带不去唯有月水圣 潮山潮到我们差不多要到同门前的时候 看到那个太阳升起的时候 所以感觉那一刹 那真的是感觉到师父是在我们身边的 佛教徒潮山以身体作为修行的道场 日日时时抱着同样的心态 落实在生活中 那就是迈向亲近自信的努力 麦大爱吉隆坡综合报道